請黃翔偉 朱讚美兩位同學代表全班分享 受福感言 請黃翔偉 朱讚美兩位 朱讚美兩位好帥喔 再拖沒辦法了 大家好我是朱讚美 我是讚美 今天就我們兩個來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從大一到大四 跟大家一起經過的所有生活 因為疫情的關係拖了這麼久 三個月在進了醫院之後 總算迎來我們的白袍典禮 讚美 在你的想像之中 白袍典禮應該是長什麼樣子啊 在我想像之中白袍典禮就是有一天我可以比你更高 雖然你長得很像Waiter啦 不虛擬不虛擬 白袍典禮呢其實我個人是期待很久了啦 相信大家也期待滿久的吧 沒錯 從大一看到大三 學長姐們瘦袍 男生越穿越帥 女生就越露越多 越穿越少 所以我也很期待屬於我們的白袍典禮 大家會長什麼樣子呢 還有從這個隆重的活動中 我們從市長手下接下來見白袍 也象徵著我們醫界的開始 其實進了醫院現在已經三個禮拜了 我發現大家都還是保有對醫學的熱忱 不過從第一天大家都在圖書館讀書 嘗試登入住院醫令系統 到最後一天 從一個午休的人到五個 到睡滿整排 雙和的沙發 我一直覺得學長姐說 時機很累 應該是他們在誇大 不過我跟讚美在籌備致詞的時候 每天從醫院回來 然後在練致詞的時候都發現 真的很累 每次都是說 想回好累 我們練半小時就好好不好 然後就趕快回家 其實現在經營院三個禮拜 我自己都還是蠻心虛的啦 屁的這件白袍 其實覺得就像在cosplay醫生一樣 這三個禮拜進到病房 當病人家屬問我說 請問一下我的爸爸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其實也只能給他們標準答案說 等一下組織醫師會再來查房一次 然後就以組織醫師說的為準 當然我們班上有些同學另當別論啦 像根豪勇育這樣的同學 真的是太厲害了吧 真的 真的有這麼誇張嗎 大概不都差不多嗎 嗯 還有知你 還有知你 好 偷爆料一下 我現在跟根豪一起在複一實習 每天早上成會的時候 根豪就會被challenge 然後他也真的可以回答出 各種問題很厲害的 其實啊 今天hello大家 我覺得都跟平常很不一樣 大家很難想像 可以有人花六千塊買一套洋裝 張阿婷 或是兩千五百塊弄妝髮 還有女生說 她覺得一輩子最漂亮的就兩個時刻 一個就是今天的壽跑 另外一個就是結婚那一天 從今天這樣看起來 每個人真的都很重視今天的白跑典禮 但是在我們正式進入醫院之前 還是必須要來回顧一下 從大一到今天我們一起經歷過的種種 大一喔 你還記得第一堂課是什麼嗎 應該沒有人記得吧 有人記得嗎 騙人 更好 好沒有啦 第一堂課 其實我們兩個也不記得 我們只記得大一那個時候 全班最期待的就是素營活動 還有迎新茶會的時候 免費的披薩跟飲料 那時候上課我們頒獎 一百五十幾個人都會一起在二字頭教室 冷氣很熱 然後上廁所還要跑去別層樓 那後來呢 因為北一遠距教學的超前部署 大一 大家從大一到大四 慢慢找到自己學習的步調 到了大四 班上上課人比較少一點 我那時候還覺得 上課人只有知寧跟瑞安呢 是也沒有啦 偶爾我也會去上課 偶爾 不過第一次看到大家 真的都覺得 長得跟高中生一模一樣 很難以想像 有人可以穿著 臨口很鬆的衣服 自在的來上課 然後呢 手上抱著很厚重的原文書 譜物 譜畫 還有譜聲 不過我想問大家 真的都要把書讀完嗎 還是你們在一進校門 學弟們一進校園 就把他們當肥羊 把書都賣掉了 全新未猜 少許筆記 PMU二手拍賣 我還記得啊 當初在大二的時候 靠著賣二手原文書 好像賺了五百還一千吧 一路走到這裡啊 發現每個人都不一樣了 從一開始的眼鏡 書本 後背包 到現在上課 一定是全裝 營業 還有平板電腦 我們經過了這麼多 社團 服務隊 還有課程的考驗 我們培養出服務的熱忱 然後也有人變成心電獨達人 又是有些人 在專題研究方面 找到自己除了臨床知識之外 也很喜歡做研究 又或許在場有很多同學跟我一樣 只要可以不讀書 好好打一場球 就是最快樂的事情 其實第一年級的我們 真的沒有什麼課業的壓力 那時候我們有很多課外活動 像班上的就有 啦啦嘛 一夜 合唱 非要易學營 想當年我跟響瑋 就是在啦啦的時候認識的嘛 沒錯 那時候我們都穿很短的啦啦的裙子 沒有只有你啦 我是穿了一個很奇怪很奇怪的啦啦服 然後不管是雨天還是晴天 跟著班上很多同學 拖著厚重的喇叭 走到新衣國中 一起練習比賽 後來到了大二 我們就一起舉辦了素營給學弟妹 那時候我們的素營總之要雅婷 雅婷在哪裡 好 雅婷 她在台上就跟大家說 這可能是近期最後一個全班一起舉辦的活動了 因為下一個就是白袍典禮 而我們默默的到了今天 看著現在坐在台下 大家穿著白袍 真的是很感謝從三月以來 一直籌備白袍典禮的白舞的夥伴 還有進醫院這三週 還是每天提醒我們要準時要鐵防疫表單 還要幫助我們的學弟妹 如果不是你們 我們今天就沒有這樣一個盛大的白袍典禮 我們給他們一個熱烈的掌聲 講完了醫學系的快樂時光之後啊 相信各位同學總是要跟爸媽報告一下 我們有代號的讀書 他們的學費沒有白繳 從大一下的微生物免疫學 到大二上的生物化學 又或許是進到大二下之後的人體組織 解剖 還有生理等等區段 每兩個禮拜考一次試 讓我們學會怎麼讀書 讓我們學會 如何跟朋友們好好把握時間聚一聚 或是趕快補眠 今天晚上都沒睡 然後呢再躲回8101 圖書館跟自修室好好的讀書 考完試之後 學長姐跟我們說 大三上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我一直覺得 學長姐很容易吹牛 誇大痛苦 但是我記得 在大三上 應該是我離鼠修 最近的一個學期 大三上真的是一個蠻辛苦的學期 除了書要念很多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們認識的生命中 一位重要的老師 每次我跟家人們聊到大題老師啊 他們都要想一想 我指的是上課說話 在教我們的老師 還是躺在那邊教我們的老師 我們這一組的老師是豪哥 那每次我們大題實驗要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要到家屬的家裡面加訪嘛 然後我還記得去加訪的時候 怕尷尬 怕悲傷 但其實我們到豪哥家 發現他們家充滿著漂亮的乾燥花束 而且我們也認識到豪哥 他是一個風趣幽默的父親 然後他也很常帶著他們家人一起出去玩唱歌 而後來到了回到校園 我們買手在大題實驗 跑台 checklist 共筆的當下 到了冬日的12月 突然間我們這一組收到來自豪哥家人的喜餅 因為豪哥的女兒要結婚了 那在很冷的冬日 我們感受到他們家屬很大很大的溫暖 我們現在雖然大題實課程也結束了 但我們也進到校園 因為我們之後在面對病患 面對病患家屬的時候 我們要記得 我們並不是只是把他們的病醫好而已 就跟大題實也不是只是把考試考過而已 而是我們要給他們安心 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一位怎麼樣的好醫師 我們是可以這樣愛他們的 相信大題老師在每個人的記憶當中 做一個非常特別的位置 不過說到特別的位置 或是特別的回憶 總是要提到大四上的國考 還記得剛剛升上大四的暑假 每個人身上都抱著全套的FC參考書 又或是隔了一段時間 我們常常在趙巨人的影片當中說到的 黃金考題 考到稀爛 考到爆 還有學長姐常常給我們的表格 每次同學傳給我表格的時候 他們都會偷偷的複製一句說 香薇 這個表格不要外傳喔 不然可能會對學長姐很不好意思 畢竟那是他把偷偷給我的 但後來全班都有一樣整理表格 看來我們班實在是一個滿互助的班級呢 就是一個團體作戰一起通過國考的班級 我們今年的國考 第一次國考是2月7號 沒錯 農曆年後 對 我們是近年來 唯一一屆在農曆年後考試的學生 而我們今年這一屆又遇到了 剛剛部長有講到武漢封城 還有肺炎的關係 肺炎 對 所以我們這一屆 其實在考試前 大家的心都很累 我們很多人都沒辦法回家 沒辦法好好跟家人吃頓連夜飯 真的很謝謝包容我們的家人們 讓我們每個人 可以在國考的時候 義無反過的讀書 也順利通過第一次醫師國考 應該是大部分的人 都第一次通過醫師國考 身為考過兩次國考的同學 我不知道該說是幸運還是不幸 不幸的是在讀書的時候 我只能看著全班同學 環島 蘭嶼 綠島 澎湖 還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小島 從來都沒聽過 台灣沒有那麼多小島吧 但是幸運的是 每次啊 我都可以感受到雙倍的溫暖 我每次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糖果跟餅乾 還有中午吃個飯 就突然出現在桌子上的莫名的飲料 莫名其妙的飲料啦 又或是你從自修室走出來 同班同學跟你說 香薇加油 再一個月喔 再撐一下就是你的 我都覺得在特別孤單 特別壓力很大的時候 身為白五的一份子 真的都覺得非常的幸運跟感動 在宣誓之前 想要大家再看一下你左右旁邊的同學們 看一下 好 這些人們 我們今天應該是最上向的一天了吧 最帥 最美 最好看的一天 不要忘記後天還有成會喔 早上七點半 雙和接駁車 十五十五 雙和七點半不好意思 辛苦了 你身邊的這些同學們 以後可能會是醫界的大佬 可能會是主任 可能是院長 我們也很感謝大家 讓我們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 在經醫院後三個禮拜 還有機會享受一個 一百五十個人的順大活動 當然很久之後的未來 或許我們也有機會 像很多老師們一樣 在講台上第一堂課 的第一句話就是 欸 學弟妹 你們是幾級的啊 我是你們六四級的學長喔 太老了吧 希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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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啊 在實習 在醫院遇到彼此 都不要忘記 當初披上白袍之後的熱忱 最後 這是我跟翔偉 與白五大家一起的一個 爐邊談話 然後相信每個人心目中 都有那段很美好 跟白五一起的回憶吧 白五致辭代表 主讚美 黃翔偉 下台一舉功 謝謝大家 讓我們掌聲謝謝黃翔偉 朱讚美同學